然後就我掃成出去的時候想說 這個酷氣兒的頭髮怎麼比你好像有點不太對 呂小姐秀出手上的微刺青 一邊能看出是三立鵝家族的酷氣兒 但另一邊紅紅的兔子耳朵 仔細看才能看出是美樂蒂 比例整個大走蹤了 我就想說原本要給她驚喜 想說我也有去畫喔什麼的 然後結果我拍照給她看 她說你這是金銅玉女版嗎 還是企業怪攤版 呂小姐苦笑 其實她愛美樂蒂成吃 常到夾娃娃機尋寶 家中更有滿山滿谷的收藏 她21號從台北南下到高雄遊玩 到六合夜市時看到微刺青店家 就花了300元把美樂蒂留在身上 沒想到成品變形讓她超後悔 事實上我跟我去問她說 兩支就算你300就好了 然後我也有想說 那滿可愛的應該300 我覺得還OK這樣子 然後結果畫出來就變這樣 所以沒什麼啊 這個是畫如果覺得喜歡 在這畫不像 當時業者說顧客當下沒說不喜歡 要是真的反悔也可以協商退廢 其實這種微刺青在業界稱作暫時性彩繪 是把顏料塗抹在皮膚上等個五分鐘就能留色一周 對比看看呂小姐給的圓圖和她刺完之後手費300元 以及其他業者刺的要價200元手法各有不同 她這種手法就是把原料擠在皮膚上面 她刺青的話是用針把原料帶到皮膚的針皮層 對啊可能吧可能會影響到山芋吧 六合夜市人潮一年不如一年為了吸引年輕族群 也多了不少時尚潮流攤商進駐 只是這家刺青店是流動攤販 最近幾天才出來擺 正好就被顧客嫌棄 刺青好不好看 每個人觀感不同 最重要的是把品質好好把關 免得讓六合夜市顯無名 TVBS新聞林一邦宋家娟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